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习近平整顿范围扩大 军政清洗 达高峰 更多人会下台 习近平的强军有致命伤 投资太猛 监管严重不足 北京下令2024年天天派海警 扰日 传李树蕾操盘查五月天 演唱会都被党盯着 中国产的特斯拉有抽宠 遭澳洲退货 欧洲拒收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美国人的报道说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最近对中国军方和外交系统的整肃 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这项可能由于解放军火箭军主要领导 还有中国的前国防部长李尚服 以及前外长秦刚 遭到免职而引起的人事大异动 不仅暴露出了中国官场根深蒂固的贪腐文化 而且严重的阻碍了习近平 复国强军的计划 报道表示 星期五也就是12月29号 闭幕的中国的第14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七次会议 除了任命前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员董军为新任的国防部长之外 还免去了九名中共军方的将领的人大代表的资格 其中就包括了四名火箭军的正副司令员或政委的人大代表的资格 官方并没有解释有关军方高级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的原因 自今年十月份前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服在外界对其行踪猜测数月之后突然被免职以来 习近平便对中国军方高层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洗 上述的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似乎也是清洗动作的一部分 李尚服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出任中国的国防部长 八月份的时候就从公众的视野当中消失 十月份的时候被正式解职 中国政府在星期五也就是十月二十九号的时候 宣布任命前海军司令员董军为新任的中国国防部的部长 结束了这个至关重要职位长达数月的空缺 而最近几个月中国秘密部队火箭军的领导层出现了大调整 此前有报道表示 该部队多名的前主官正在接受贪腐的调查 而前身为二炮部队的火箭军是解放军战略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手中掌控着大量的从短程到洲际导弹在内的常规武器和核武 另外路透社在星期六也就是十二月三十号的时候 发表了一篇分析报道就指出 这些军方高层的人事异动是习近平遭遇的一大挫折 因为他多年以来不惜重金大肆的采购研发高端的武器装备 本想让解放军全面的实现现代化 在二零五零年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北京的国防预算的增速多年以来超过了经济的增长 不过军方最近如此多的高层官员的落马表明 即使习近平的强军梦想尚未破灭 气势和士气或许已经严重受损 这同时还暴露了中国在位在南中国海和台海等地 与美军进行争霸而大量增加军事投资的时候 监督监管严重不足和滞后的致命性的问题 自从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 他一直在中国全国上下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 而军中的大老虎也一直是他主打的目标 九位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的解放军的将领当中 三个人是火箭军的前主官 一个人是前空军的司令员 一个人是主管南中国海方向的海军将领 四个人则与军事装备采购与研发有关 美国智库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安德鲁 斯考贝尔向路透社表示 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就是他们被清洗了 北京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军方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遭到罢免 但是路透社引述的分析师的话表示 有事实显示这些人多少可能都与火箭军军事装备采购当中发生的贪腐案有关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副教授以及助理院长吴木鸾向路透社表示 还有更多的人会下台围绕火箭军的清洗尚未结束 报道说除了中国军方高层之外 中国的外交系统也在经历一场由习近平主导的大整肃 习近平在星期五也就是12月29号的时候 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2023年度 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并且发表讲话时 就呼吁中国的驻外使节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成为感斗善斗的外交铁军 路透社在报道当中指出习近平有关打造外交铁军的说法 让人想起了一度充斥中国外交圈子的战狼外交 所谓战狼其实就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上升 中国外交官在对外交往当中要以战狼自居 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强势发言 强势作为 不再重视作为外交官所需要的妥协和折衷技巧 习近平当时表示要敢于善于斗争 做国家利益的捍卫者 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保持战略清醒 束牢底线思维 以建在弦上的备战姿态和不畏强权的坚定意志 解决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上述的谈话当中所提及到的斗争 建在弦上备战不畏强权等些措辞 的确与战狼的风格很接近 但是路透社在报道当中指出 其实虽然战狼外交自2020年之后成为了中国外交圈的新常态 但是近年以来中国官员在对外交往当中已经表现低调很多 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经济疲软 北京当局希望放软身段以吸引更多的外资 而中国的前外长秦刚就曾经是习近平相当赏识的一位战狼外交官 他因此获得了提拔 在担任驻美大使仅一年半之后 就奉照回到了北京 破格担任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但是他只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七个月就被解职 外界传出的原因很多 但是证据确凿的 是他在驻美期间与一位华人女记者发生了婚外情 并且有了一名私生子 习近平星期五也就是12月29号的时候 在对中国驻外使节发表讲话当中 特别对驻外使节敲警钟 要他们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 要做政治信念坚定 严格尊规守纪的明白人 习近平当时表示要坚持以言的基调强化正风速记 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 言于律己 言负其责 言管所辖 打造一支对党忠诚 勇于担当感斗善斗 纪律言明的外交铁军 习近平这里面希望打造的外交铁军 可能不仅需要对外感斗善斗 而且本身还要刀枪不入 抵御美色金钱等的诱惑 把自己变成铁人 另外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随着9名中共解放军的降临 以及3名军工企业的高层 日前被免去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 以及政协委员的职务 再加上前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被免 以火箭军为主的解放军的高层贪腐案的轮廓 逐渐的显现 呈现出了大范围涉案的景象 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说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2月29号的时候宣布 9名中共解放军的高阶将领拥有的人大代表资格 即日起遭到罢免 在被罢免的九个人当中至少有5个人出身火箭军 分别为前火箭军的司令员李玉超上将 还有前火箭军的司令员周亚宁上将 以及火箭军的副司令员李传广中将 火箭军的装备部的部长吕洪少将 以及前火箭军的副司令员 之后转任中共的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的张震忠中将 至于另外的四个人分别为前空军司令员丁来航上将 前中共的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副部长张玉林中将 以及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副部长饶文敏 海军出身的南部战区的副司令员居新春中将 其中张饶二人又与装备有关 愈加引起了注意 报道表示除了这九个人之外 另外一名前火箭军的司令员吴国华 则在七月四号的时候死亡 十余天之后消息才被披露 且死因传言不断 流传最广的是在家中上吊资金 而在同一时间 中共解放军的火箭军的高阶将领 被大规模的调查的消息开始曝光 使得吴国华的死因广受外界的揣测 火箭军这一波的被清洗 关节以及军阶最高的李尚福成为了风暴核心人物 李尚福虽然不是火箭军出身 但是所具备的军事航台背景 与火箭军装备息息相关 再加上曾经担任了军委总装备部的部长 以及战略支援部队的副部长兼参谋长 关系更加深了一层 除此之外 前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魏凤和行踪 也受到了瞩目 与李尚福相较 魏凤和更是完全出身火箭军的前身 第二炮兵部队的高阶将领 且在2012年的时候担任了二炮的司令员 2015年军改之后 就地出任了火箭军的司令员 2018年3月份的时候 魏凤和接任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直到今年的3月份由李尚福来接任 但是今年9月28号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 魏凤和和李尚福均未出席 引起了外界广泛的揣测 除了上述的解放军高阶将领之外 中国的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在12月27号的时候 也宣布撤销吴燕生、刘时全、王长青的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 而根据香港媒体星岛网的信息指出 这三个人为军工企业的高层主管 因卷入了火箭军的腐败案而去职 且李尚福也涉入其中 这三个人当中 吴燕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党组书记 刘时全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党组书记 王长青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 党组成员 除此之外 星岛网在12月28号的时候进一步报道表示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董事长袁杰 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英 已经三个多月没有露面 盛传已经被带走调查 好 再来看一下北京下令2024年每一天要派海警去日本 来自美国人的报道表示日本共同社在星期六也就是12月30号的时候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 报道表示中国计划在2024年全年365天每天都维持海警船 在目前由日本控制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建额诸岛 中国称为钓鱼岛的水域进行巡逻 肖显示表示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加强对这些争议岛屿的主权主张 身为中共军委主席的习近平11月29号的时候前往了位于上海的中国海警局东海海区指挥部东海分局视察的时候 曾经就强调要不断的加强捍卫钓鱼岛主权 肖显示向共同社表示习近平在谈及中日围绕间隔诸岛争议时指出 中国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中国的领土一寸都不能丢失 根据肖显示的话表示习近平发话之后 中国海警局随即拟定了一项计划 要在明年的365天当中每一天都维持海警船 在建额诸岛附近的海域巡逻 必要的时候检查或驱离日本的渔船 并且以此强化北京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主张 报道表示截至到今年的12月14号 日本全年累计在建额诸岛附近的海域 观察到了中国船只已经超过去年创下记录的336艘次 在习近平视察中国海警局东海海区指挥部之前不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中旬的时候 利用在旧金山出席亚太清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间隙 曾经与习近平举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双边峰会 并且在会中对围绕建额诸岛的主权争议表达了严重的关切 但是中日旧金山峰会并没有平息和缓解两国 在东中国海围绕建额诸岛的主权争议 消息是向共同社表示 习近平视察中国海警局东海海区指挥部之后 中国海警局的局长玉中便在指挥部举行了一次会议 并且决定常年不间断的派遣海警船 在间隔诸岛的附近海域进行巡逻 并且宣示主权 解放军的海军也将派遣更多的舰艇 在日本冲绳县南边的宇纳国岛和西表岛之间的水域来游异 好 再来看一下船李书磊操盘查五月天 演唱会都有党的眼线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报的说 距离台湾总统大选还有半个月 路透社引述了消息是和台湾国安相关的文件表示 中国要求当红的台湾乐团五月天 在选举关键期表态支持统一 以配合对台宣传 如果不就范必须要付出代价 早前乐团就被指在中国假唱的事件 疑似是施压的手段 事件引起了台湾政界的高度关注 路透社在星期四也就是12月28号的时候 引述了知情人士和台湾国安备忘录的消息表示 北京向在中国备受欢迎的台湾乐团五月天施压 要求他们在大选之前的关键时刻表态亲中的言论 如果不配合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一名匿名人士表示五月天没有答应服务政治的要求 报道表示这一次的施压行动是由中共的中宣部领导的 又说中国的国家广电总局曾经要求五月天公开的表明支持一个中国 目的是想借他们影响台湾年轻的选民投票意向 两名台湾安全官员表示中国早前用假唱事件和网民质疑等一些方法向五月天来施压 而中国的国台办反驳批评报道是假消息是完全此虚无有的 另外来自雅虎新闻的报道说知名的乐团五月天被中国指控假唱的事件还在被调查当中 但是日前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官方要求五月天表态支持一中 但是五月天拒绝才有了之后假唱的调查 而现在又传出此事是由中共中宣部的部长李舒蕾一手主导 执法人员还在演唱会的现场来监管 而李舒蕾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手拉拔的子弟兵 上个月中的时候五月天在中国办演唱会 随即被中共当局指控假唱还被调查 路透社披露了这是因为中国官方要求五月天表态支持一中 遭到了拒绝而进行的惩罚性的措施 而台湾媒体上报表示从事前的施压到事后的惩罚 都是中共的中宣部的部长李舒蕾一手主导 而五月天在11月21号的时候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这个只有在地理课本上汇到的城市上海 用字前词相当小心以城市作为招呼鱼 在五月天拒绝配合之后中国网络官媒等全面的进攻 但调查快一个月还没有结果 一度以为北京当局结束了施压 但是中国媒体九派新闻在12月23号跟25号再次发布了 五月天假唱还在调查当中 似乎表明事件还没有落幕 中国随时可能再次出手 而台湾的两岸政策协会的研究员吴瑟智表示 中共希望能够藉由这样的一个压制动作 必须要遵守中共所设定的政治前提 不只是戒选也是中共对台统战希望能够发酵的地方 报道说中共的中宣部部长李舒磊是习近平一手栽培的子弟兵 这一次被指亲手操盘控诉五月天假唱 事件曝光之后中国的国台办连忙的否认 而涉外人士透露表示 中国会在台湾艺人演出之前逼签署一个中国同意书之外 演唱会的现场也有官员来监督 报道表示曾经到中国发展的音乐人谈及到了政治议题都很低调 2016年大选之前周子瑜被迫公开表态支持一个中国 现在五月天突然被铺天盖地的假唱质疑围攻 被指内情不单纯 还有大内高手在幕后操盘 好 再来看一下中国产的特斯拉有臭虫遭到了澳洲退货 欧洲拒收 来自雅虎新闻的报道说 一艘载油超过6000辆特斯拉电动汽车的货轮 近日被欧洲政府拒收 因多知俗称为臭虫的床尸在船体之内被发现 特斯拉警告表示 客户可能需要等待下一次的生产才能够获得新车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在12月28号的时候报道表示 这艘从中国上海出发的货轮 自10月22号起一直在布里斯班的近海盘旋 船员们持续对船体内部进行了勋征 希望净化处理之后可以降低害虫 但是近日货轮抵达澳洲准备交车的时候 仍然被拒收 澳洲农林渔业部的发言人表示 检测到了多种黄斑臭虫 它对澳大利亚的植物健康和环境构成重大威胁 因为它会对农作物水果和观赏树木造成损害 数千名澳洲的特斯拉买家被告知 延迟交付的车辆恐将被无限器的搁置 也有客户担心 最后到手的新车是否意味着已经接受过多次薰征处理 目前特斯拉正在积极的研拟各种可能与解决方案 部分被影响的客户被告知免费的获得六个月的增强型自动驾驶功能 现在正值特斯拉即将全球公布年度销售之际 特斯拉预估其今年将在澳洲交付近五万辆汽车 全球销量将突破180万的大关 较2022年增长37%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